我較少講見證,但其實我都經歷神很多因緣 為何會講你的見證呢?其實就是上個星期發生了一件小小的事 但對我來說,我覺得是幾有意思的 就是上個星期我聚會的時候,不常為一個姐妹祈禱 我一般為人祈禱,我大概會感受到那個人當時的狀況 但那天為了姐妹祈禱,我就覺得應該都沒有什麼發生的 我姐妹又來了幾次,我又沒有特別問她怎樣 因為通常要新朋友,我都會跟她聊幾句 但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發生的了,奇緣就繼續 誰知道到晚上那一刻,姐妹發了一個WhatsApp給我 她說今天我為她祈禱的時候,她覺得很奇妙 她說我好像沒有講什麼,因為我一般祈禱 我都不會用太多誤性的祈禱 跟她的祈禱,我記得都應該不是很長的 她就覺得很奇妙,我為祈禱的時候,她見到異象 還有她的頸子有些震動,我頸的震動就是聖靈的能力 我就問她,你平時有沒有見到異象的?她說都有的 她見到異象就不是因為我為祈禱,但無論如何都好 她覺得很奇妙,我也覺得很奇妙 奇妙在什麼呢?第一樣就是,很多時候 鄧英姊妹都會說,我不是很敢為人祈禱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能力,或者我不懂 但有時候我真的想,其實上帝做事,不用通知我們 我們奇緣好,有什麼事發生呢?我們不知不代表是沒有果效 當我們說我們為人奇好,覺得無能力,希望她得足夠 其實心裏最想到她,要醫治的就得醫治,要釋放的就得釋放 要祈禱,要祈禱,神就為她成就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這樣想 我心裡真的有少許可憐 但最後就是,神做事其實不用通知我 我什麼都不覺得,但她覺得很奇妙 其實想起我很多年前都發生過一件事 有一個姊妹,她找我,她說,你以為我奇緣好呢? 我值得好回來,我說我不記得 然後她說,可以嗎?我想一下,好像很久了,一年前了 她說,是的,我第一,我感謝主,她得醫治 我第二,我感謝主,我記得了,我真的一年前說你祈禱 然後我就問她,我好像是同一個地方為你祈禱 她說,是的,我說你好像那時候是兩隻膝頭都痛過 她說,是的,我說好像我為你奇緣好之後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她說,都是這樣的 然後我說,之後我記得有一個星期,我還撞到你 我再問你一次,奇緣好之後,膝頭怎樣 她說,都是這樣,但我又很感恩,她又痛了十幾年了 但她沒有埋怨,她對神沒有失信心 那時候還說,好吧,繼續奇緣吧 一年之後,她回來告訴我,我就覺得,咦,那時候問你 都沒有發生的,你什麼時候得醫治 她就說,原來是再之後一個禮拜,她就遇上去聚會 她聚會的時候,她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夠站在那裡 整個禮拜,因為她覺得站在那裡禮拜是對神一個尊重 她說,過去十幾年都不行,她說她站沒辦法超過二十分鐘 她就一定要坐下了,那天就是禮拜的時候,她姐姐突然跟她說 為什麼你站那麼久都還能站到,她說,為什麼我站那麼久都還能站到 她才發覺,咦,我站到,之後她的腳就沒有痛了 她一直跟我講的時候,她說一年過去去敬拜的時候 她都可以這樣站在那裡,完整個敬拜,膝頭也沒有痛了 她很準確地告訴我,她得醫治了一年零幾多個月,不是幾多個月 是幾多個禮拜,她說剛剛一年,你看你這麼記得 她說,是呀,因為我痛了十幾年,祈禱期了十幾年都不得醫治 所以她得醫治那一刻,她印證得很深刻,她說就是五月了 她再回來跟我說的時候,是第二年的五月,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神做事真的不用通知我們,我們不知道不代表她沒有做事 所以經常說,我祈禱我希望能夠祝福人,希望有果效 其實是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不代表無禍 我有很多時候聽鄧英姊妹說,我不懂祈禱,不懂為人祈禱,也都自己不懂祈禱 我想大部分信主都會經歷過這個階段 我也經歷過,我做了信主的時候,其實跟禮拜天,我就有壓力了 因為禮拜天開小組的時候,不多不少都要每天祈禱 我曾經試過,禮拜天晚上,我需要想定我明天祈禱說什麼呢 我真的有壓力,我不知道說什麼 但我也經歷過這個階段 所以鄧英姊妹跟我說,我不懂祈禱,我完全理解 但我就在想,那什麼叫識祈禱呢 當我們說我們不懂祈禱的時候,當然有一個叫識祈禱 才會覺得我們不懂祈禱 還有,識祈禱又如何,不懂祈禱又如何呢 其實我經歷過兩次,真是很奇妙的兒子 都是在我不懂祈禱的時候,還有是我應該不懂祈禱的時候 第一次就是我進了教會的第二個月 那晚我晚上自己坐在家的地下那裡,在那裡看聖記 坐一下突然間,美龍骨痛,我心想大件事 因為其實我是有追間盤突出的問題 我的追間盤,就是美龍骨由美嫂上第二節是突出的 是突出的,差不多有半粒牛丸 如果我穿一點不是太鬆的衣服,其實自己有提到的 很多年了,我這樣就住了,因為一直都沒有痛 但那天痛,我心想大件事,因為可大可小 第一,可能你做任何的醫療都沒有什麼幫助 第二,如果醫療要接觸到這個位置,其實真是可大可小 那時候我都沒有聽過什麼叫祈禱醫治 那時候我只想,明天禮拜日,如果我痛,回到教會 坐在那裡,動力一去,阻止後面的人好像不太好 最恐怖痛,我就這樣想 接著我就想,下個禮拜難道,最後一個禮拜 最後一個禮拜,最後一個禮拜要怎樣 接著我想,沒想太多了,過了下個禮拜才算 那你哪想得太多了,那時候我就這樣心疼 如是者,無事發生,直到跟著那個禮拜二 即是三天之後,我洗澡,跟著 咦,我的尾龍骨呢,怎麼沒有了呢 跟著我就想,難道我記錯,我不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心想,不是的,傻的,十幾年了,那個問題其實 但是,那時候呢,我都幾傻的,我還是不知道什麼叫做義治 總之,噢,那沒有了就沒有了 那時候,如果我沒有記錯呢,我記得那時候想過 咦,遙龍鑫耶穌就是有著傻的 那時候我都不知道什麼叫做義治 但是我又,我又沒有跟別人說 因為我,我又消化不了這件事 我不知道怎樣跟別人說的 那麼,隔了很多年之後呢 我又有去跟我姐妹講起 我說,那時候好像開始學祈禱醫治 我說,其實我沒有祈禱過禁 那我這樣叫祈禱嗎? 我那時候是說,水火天人不要禁,不斷阻礙人 即是用來去阻礙人 我說,那這個其實是否叫祈禱 我沒有祈禱,大家我都是得義治的 我肯定就沒有講奉耶穌基督的命求 對的,我肯定沒有講這兩句的 但我都得義治的 那麼,其實,什麼叫吃祈禱,什麼叫不懂祈禱呢 我就真的不懂了 那我第二次呢,就是童年的十二月 就是我入了教會的四個月 那都是不懂祈禱的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我現在都不懂祈禱的 那時候更加不懂祈禱 就覺得很應該,不小心的,不懂祈禱 那發生什麼事呢? 十二月的有一個星期二人 嚇我回自己的教會聚會 那我就有一個姐妹在講她的情況 那我跟那個姐妹不熟的 其實我是老人甲來的 那我見到她講的情況 那我又,都不知道叫關心一下 又發一下,就在問一下她的情況 那原來呢,她跟著那個第二天呢 她就要去見醫生 那就是商量一個硬的治療方案 那她說其實很麻煩,她二千到近視 那其實去到二千到近視 就不只是近視這麼簡單的 一定是眼睛有些問題 那她就說其實她醫生的跟著很久了 但是她現在要決定的 就是做手術好,還是不做手術好 但是做手術有死,做不做手術有死 她說其實就算做,她醫生都說做了 其實未必有什麼幫助 但是如果你不做,就一定什麼都沒有做 就好像不太對 那她就說,其實連醫生都不知道怎麼決定 那我那一刻呢,我就說 那教會就鼓勵我們為期好 其實我的心就退下了 軟期,為食為期好 但是本來就是安慰兩句就走 不過又不然間好像不是多好 死呀死呀,頂硬上 那時候我心就是這樣想的 心祖說,我們一起祈禱吧 然後我為祈禱呢 我想常常都覺得我很搞笑 為什麼人敢祈禱 我第一句就是,耶穌,我也不知道 為這位子會祈禱 我真的這樣說 我應該跟著說了兩句話 但是我應該是自己說了什麼 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我第一句已經說 我不知道怎麼祈禱 她的情況是差到這樣 可能那時候我自己信心也不夠 應該現在會求神醫治去的 或者一些比較慣例的 阿神,你給一個最好的醫生 給一個醫生有聰明智慧,祈禱之類 但是那時候連這些 我應該是不夠信心這樣說的 不過大家說了出來 都不整集 不是耶穌不行,是我不行 不是多好,這樣就不行了 我真的不敢說 我也不知為何要來 我也不知為何要來 那後來,之後 沒事發生 直到跟著那個星期五 也是三天之後的事 那個姐妹出來講見證 那個姐妹說 她自己有眼情說 她說她很害怕晚上 由我們教會離開 因為我們教會是在 尼根路一個幾旺的十字路線 你一走去離開那個教會的大廈 你就會見到 我數過 六盞交通燈 她說她晚上看到交通燈 一個燈會見到三個影 你想想六盞交通燈 每一間交通燈三個顏色紅鵝鹿 即是十八 十八再乘三 大家自己計一下 那她說 你豈不是眼睛都快 她說是的 另外有個姐妹 立刻跟她做證 她說是的 我過馬路我要拖著她 我第一次吃她的時候 我見她撞在電燈柱 她心想 這麼大的人你還玩嗎 但原來其實她見到幾個影 她根本分不到哪一條電燈柱 自此之後她過馬路 她就要拖著她 我姐妹出去講見證 她說什麼呢 我騎完肚 她沒有講名 我感謝她 她沒有提到任何人的 她說我們騎過肚 她晚上走的時候 她在教會 落到門口 為什麼交通燈一盞 就是入燈的 不是三個的 她回來她講見證 我又比較傻 我真的這樣反應 我心想 原來告訴上帝聽 不懂祈禱就可以了 不如以後我同祈禱 就告訴上帝聽 我不懂祈禱 那你怎麼會電呢 我真的這樣想 但我相信神不會這麼聽 因為神不會喜歡 那麼有機心的吐告 我想說的是什麼 其實自此之後 我自己和我自己說 也都和很多人分享 其實我沒有什麼不懂祈禱 我懂祈禱又如何 不懂祈禱又如何 我自己都覺得 都不是祈禱的祈禱 神都會成就 神都會成就 神做事又不用告訴我 我也感謝神 那個姐妹之後告訴我 另一個腳 他又一年之後回來告訴我 因為我今天都不可以在這裏 說見正經的神 我只想說的就是 你沒有什麼懂不懂的 還有呢 每個都說 我要學識祈禱為人祈禱 你不為人祈禱 你怎麼知道懂不懂呢 你不為人祈禱 你怎麼知道行不行呢 我們保人學識游水 已經跳下水游水 你一定是跳下水 游幾艦水之後 你才懂得游水 所以很多時候 這些姐妹問我 為何為人祈禱 我不知道 你出心 你怎麼祈禱 都可以 我唯一覺得 就是我們一個單純的心 上帝就會做你 所以我現在其實沒有興趣的 你都問 你信了耶穌十幾年 你一定不祈禱給以前認識的 其實現在不認識 但總給以前認識的 你是不是現在祈禱 好像特別有 你特別多醫治 對不起 不是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到神家都以為我認識的時候 其實又不是想像中那麼多醫治 我為人祈禱別人得醫治 我為自己祈禱不行 我為人兒子 別人兒子得醫治 我為自己兒子祈禱不得醫治 我真的不理不知怎麼解 但學識的就是 不知怎麼解就不要問為什麼 所以我輕省的 做了就行了 然後神怎麼做的 又不用通知我的 又不用我同意的 但總之神就是叫我們這樣去做 那我就去做 那我不負責後果的 我已經沒有能力負責後果的 你行不行不行 不關我的事的 所以其實挺好的 我們這輩子沒有人做的 是不用負責後果的 但是祈禱就是不用 行不行 是神不負責 但是我負責什麼呢 我負責的過程 那過程呢 我全面負責 什麼叫做過程呢 就是我要學習 我怎樣用那些合適的說話 去永遠祈禱 令人不要覺得舒服 覺得被祝福 至於最後一個過效 就真的不關心的事 那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 感謝主 一直以為祈禱 你放膽祈禱的時候 你會發覺神會使用你 那最重點就是 我們給神使用 去把生命交上 而不是說 果效是怎樣的 那當你放心的時候 神就做更大的工作 感谢主, 同時 不錯, 我的確不可 可以幫你 我們就做更大的工作 再次活帶 王尊財 2 2 那 第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